配合数码电视时代来临 10月1号起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已经逐步把国内原有的电视接收信号 从类比信号转换到数码信号 除非观众家里的电视机已经设有内建解码器 否则就需要安装解码器才能收看电视节目 本台记者今天就走访市场发现 尤其最近两个星期 消费市场更掀起了一股抢购解码器的热潮 电器商行内解码器纷纷售庆 市场目前处于期货的状况 尽管此前已经有民众陆续购买解码器 但随着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从这个月1号开始 组建更新系统 一些没有准备的民众 顿时发现家里的电视机突然收不到信号 惊慌之下带动了一股抢购解码器的热潮 尤其是最近是疯狂 真的是这两个礼拜真的是很疯狂 一天有可能可以收到五十一百厘左右 市场现在也很缺迫 很多地方都找不到货 全部卖完了 全部没有花 整个市场都没有花 因为太好卖了 而且很多人是 他们不知道会割了 会断了 所以后来他们才进来买 所以搞到整个市场都很乱 真的是很切磋 市场上售卖的解码器有很多种 但获得大马规格及研究机构 CRIP认证的官方解码器 暂时只有一个款式 就是这一款 MyTV解码器 不过就算是一些新款的电视机 已经有内置的解码器 民众还是需要一个外置的天线设备 才能收看电视广播 受访的业者都表示 大多数的顾客都会选择自己安装 因为操作十分简单 不过对于一些年迈的客户 店家会上门帮忙安装 安装解码器的方法十分简单 一套完整的解码器和天线设备 会分别备有两条电线 一端连接在解码器上 另一端则连接在电视机上 接着只需打开电源和电视机 通过遥控器选择自动搜索 就可以自动搜索电视频道 目前通过MyTV解码器 民众可以收看14个电视频道 以及6个电台频道 安装了这个新的解码器和天线设备后 电视节目的画面都会变得比较高清 所接受到的信号也会比较稳定 鲜少会出现因为下雨而收训不佳的情况 市场上售卖的解码器价格 大约为110令吉 普通的天线设备则大约为30令吉 数码化时代已经来临 而且势不可挡 民众受处加紧脚步 跟上国家前进的步伐 马兴舍电视李玉琴采访报道